下市集团董事长不幸定时 命迷孙夏天回国继承遗产 夏神爷 瞧这天色 雷雨马上就要来了 您的伤 若是贸然前往神州 怕是 狂者对起 夜里是我未曾见最后一面 神灵掉眼不如再不回去 和周生又有什么分别 还有多久点 夏神爷 还有一个小时 但是天气 这怎么回事 直升机发动机过程 夏神爷 跳下去还有一线生气 这里是哪儿 刚刚只升机事实 天儿 天儿 天儿你醒醒啊 天儿 你不要抛下母妃 天儿 九皇子夏天皆旨 封天承运皇帝诏约 九皇子夏天已满十六岁 按照皇室组制 封为荒州 明日起前往荒州封地 没有旨意不得入侵 钦慈 太子 天儿他 他已经死了 这是陛下的旨 就算他死了 话上回 这纸 他也必须得进 来人哪 把父皇赏赐的御碗 拿过来 这碗可是汉险国的供敌 既然九弟死了 那就劳烦秦贵妃 将他带回 放在老九的灵牌前 每日上香供好 秦儿他已经死了 为何还要白搬领辱 这怎么是羞辱 父皇得知九弟已被冻死 各地封他为亲王好让他有一个体面的死法 本宫也是为此多次肯救护 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 好吧 娘娘 你不对本宫心怀肯定 怎么还心怀怨呢 秦儿究竟做错了什么呀 你们一定要知道死定才肯甘心吗 做错了什么 娘娘你是真谷 还是假 你是前朝公子 那老九便是前朝余孽 过大下国刚立国不久 老九若是不死 你让那些前朝的一老一少 怎么安得再心 陛下呀 天儿整整归了一天一夜 他是活活被冻死的 你的心肠为何如此狠毒 糊涂不食子啊 陛下 娘娘 你都别费心思 皇上金口欲言 如比圣旨清静的事情 谁也改变不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母子里的 废地里都谋划着什么 见不得人的勾当 十六年来 老九他每日装疯卖傻 用尽办法勾引我们 让父皇一直不忍心对老九弄伤 千万万万万 不该替老九求去左诚 向司马山的敌女 司马兰 司马家是关中第一大事 连皇室都有忌惮三分 一个前朝余孽生出来的废话东西 你 他想追上石头变凤子 他告诉老九的死 无理惊害 不 你胡说 不是我造成的 你胡说 请忽悠好母妃 在下 九泉之下 感激不尽 上一世爷爷忽悠我半生 可我连最后一命都没能见到 这一世 有了一个情人 我绝不予于此事再次发生 来人呢 在 虽然老九已死 但赵总统 王爷离京 必须得游行京城 去备一副上好的草席 不遮面 暴食三日 不要 让我大厦的臣民好好瞻仰我大厦荒州王的风采 是 殿下 不要 不要 这就是跟本宫做对的下场 殿儿 这 太子安恐怕就失望了 这乍世了 天儿 天儿 你醒了 你没事吧 你快吓死母妃了 小弟 你的命可真硬 一天一夜冻死 来人 有皇子忤逆圣旨 大逆不到 一同谋反 等猪 死 谋杀皇 猪灭继 小五姐 死不成 天儿 你的手流血了 疼不疼 放心吧 我可不那么容易死 太子立 九皇子 他流血了 不顺乍事 咱还活着 废物东西 没死 那正好 本宫今日就替父皇 看出你这个前朝名孽 看看是你的脖子 还是你的刀印 太子 你究竟想做什么 太子殿外尸杀亲族 血染五步 你中天下之人的悠悠之口 还想牵连陛下 让天下人扣诸笔伐吗 手游重口 些许闲言骗语 何俗挂齿啊 老九这个废物还活着 还是真的亲身难安 老九 乖 公亲自死你上路 去死吧 你不想看 住手 殿下息怒 曹公公 陛下有旨意 若殿下 真的释手杀了人 陛下那里 不好交代 陛下有旨 劝太子 九皇子夏天 秦贵妃 入殿觐见 儿臣参见父皇 平身吧 父皇 刚才九弟在外面 可是喊着要杀了儿臣 九弟整日藏在藏书阁当中 看上去人畜无害 倒是没想到 心思如此毒辣 包藏祸心啊 父皇 万不可心思手软 天儿 你可怨恨父皇 儿臣 从不怨恨 朕 让你在大雪天里 归了一天一夜 差点冻死 难道 你不怨恨朕 君君臣臣 父父子此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若儿臣坐在父皇的位置上 也绝容不下儿臣 好一个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朕倘若 现在要你 自决于此呢 陛下 前朝已经覆灭 为何还要叫我们母子 百般刁难 求陛下 放我们母子一条生路 罪是无尽地狂家 这也会怕是 只有在生死之间 才能求的一些生机 儿臣 凌迟 人儿 朕不过是随口一问 你怎么如此的莽撞啊 父皇息怒 杜云安 帝王醉寂战亚血亲的血 他果然不敢在太极殿上逼死我 父皇 儿臣不想去做什么荒州王 只想留在京城 为父皇和母后尽孝 兄弟 荒州地处偏僻 百姓又常年处于战乱之中 你现在既可以救黎民百姓于水湖 又可以替父皇分忧 怎么 这你也要抗旨不成 太子既然如此心系万民 忧国忧患 臣弟自知难堪大任 愿将荒州王之王位 拱手 让与太子 你 太子身为异国储君 协力朝政 怎可轻易离京啊 你我父子一场 今日朕不杀你 但 你一定要记住 朕既是你的父皇 也是 大下的帝王 你的生死 也在朕一念之间 永远不要动一些 不该有的心思 知道吗 儿臣 谨遵父皇旨意 这父子俩 是我为衣中兵肉中刺 为今之计 唯有允去荒州 天高皇帝 海阔天空硬 届时招兵买马 各种近代武器武装大决 朕派你去荒州 不是让你去享福 而是 去镇守边关 护好 我大下西南门护 明日一早 你便启程吧 明日一早 本宫亲自去城外 送九弟上路 九弟啊 九弟 你以为躲到荒州 就高点死肉了 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 还是本宫真正为你挑选 启禀陛下 荒州急报 天狼帝国与边境 集结三十万大军 军请十万火机 什么 敌人太甚 日阵登基以来 吕次侵入我大下疆域 真当我大下无人吗 吕次侵入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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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狼帝国大军侵犯我大下半步 陛下 天狼截然一身 如果按照组制的话 离境前 势必召集天下英才 为其助力 如若天狼一人前往对敌的话 那恐怕 就要九死一生啊 陛下答应我臣妾 要将司马兰 嫁给天狼的 抠结司马家 连继朝中的遗老遗少 娘娘 你这烧到我呢 你这些血口喷人 够了 既然天二封王 当赏黄金千两 白银万两 银罗绸缎白匹 五千匹 朕会命太子 拨一千雄军 祝你击溃天狼大军 护佑封地 同志司马家 九皇子的婚约照旧 让司马兰 随军同行 父皇 你有意见 臣臣谢过父皇 天二 在大殿上那一见 可吓坏母妃了 你没事吧 若不以此明智 我们母子二人 根本不处 天二 咱们大下国中 有一个秘密组织 叫做乾隆会 全是前朝的旧臣和子弟 可惜 方可助你一臂之力 今时 我们母子二人所受驱逐 白是 你让他们十倍偿还 十倍偿还 你这个废话 你配 九弟 你未免也太天真了 你不会真的以为父皇放过你 父皇 他只是不想担上 试杀亲子的名声罢了 毕竟此去荒州天高路远 真到了路上 九弟 你是病死呢 还是这样 那可都说不准呢 此事 就不劳太子费心了 本王此行 有司马小姐随身陪伴嘴 想必一路上 定是有许多妙趣 太子殿下还是要多劳心博士才对啊 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司马小姐乃是京城第一美女 就你这样的杂种废物 你觉得你配 哥哥这么着急干什么 难不成 大哥也喜欢司马兰 这是陛下次的婚 大哥可别怪九弟我 横刀夺爱了 老九 你别太得意 咱们手底下就这张 看看是你的马儿跑得快 还是本宫手中的都更快 这些就是父皇给你的手 黄金三两 白银三十 铃罗仇段四 哦 还有那一千强势 已经在阎屋城 捧着老九你 还不快点过来 等你谢恩 陛下承诺过的赏赐 远不止这些 铁儿马上就要离醒 为什么还要遭到羞辱 大谈 这是陛下的手 陛下给什么就拿手 勤贵非要抗击不成 朴公说安悟躁 这金银虽说不多 但也是父皇的一份心 既如此 本王就确置不公了 本宫刚才讲的事 你不会没听清楚 我让你磕头显 本王乃清定方公王 想让我下 他没有 我没资格 今天 不跪也得跪 来人 九皇子目无尊上 唯逆圣旨 好好教教我们的 什么是我大厦的 肠肉尊辈 九皇子 得罪了 你们觉得本王该如何处置你 要杀 要杀要寡 一听钻变 还算有些骨气 你们已是太子弃子 难逃一死 何不跟随本王左右 你臣岂能善二处 九皇子 属臣不能搭着三姓家奴 你二人虽是太子家臣 但更是大下的臣 大帐生于天地之间 岂能御御九居人下 殿下 当真不嫌弃我二人 你二人刀法 杀法果决 想必是从边境退下来的老兵 与其当太子的狗 何不随本王 驰骋杀场 建功立业 倘若你等凶无此制 现在就可自行离开 本王 绝不为难 拢幼卢树 高飞 誓死效忠殿下 好 报 殿下 外面有一群皇室子弟 在宫门外叫唤 说殿下是个废物 根本配不上司马兰 挑战殿下 生死不论 这司马兰的魅力可真够大 这司马兰的魅力可真够大的 刺婚的旨意还没下来 这些皇室子弟 倒是按捺不住了 九皇子给我滚出来 配得上司马小姐吗 司马小姐你给我滚出来 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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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 就你这文不成古不就的废物 哪里配得上我们大厦第一财物 司马兰 司马小姐天资纵合 堪称大厦智囊 就你这种货 还想娶司马小姐为妻 简直就是癞蛤蟆小这天鹅肉 本王配不上 难道你五皇子就能配得上吗 可笑至极 我自幼熟读诗书 坐实谱曲 信守念了 你这废物能行 我虽比不上司马小姐的才学经验 但也比你这废物强上千倍万倍 五皇子七岁 便可出口成章 其实你这种废物可以相提并论的 哦 五皇子竟还有这等才学 可不让本王开开眼界啊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 你与我之间的差距 你先听好了 万里黑云压城来 朔记诚空要日寒 任务将士 骑战死 少终持剑 战天狼 弃势磅礴 不死不归 这等誓死 真该在大军当中传送 这等狗屁不通的诗词也叫诗 真是可笑至极 我随口念出来的就足以碾压你 你今天若是能做出一手办什么事 皇便算 配得上司马小姐 若是不 就必须去给我退婚 好 本王今日 就让你输得心服苦 你且听好了 葡萄 梅酒 夜光杯 玉饮琵琶 马上催 罪卧 沙场 君 莫笑 我来征战 几人回 这一定是抄的 就你这废物 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了 不可以啊 没错 一盼胡言 如此气吞山河的边塞师 我高飞第一次听闻 怎么可能是抄袭 算了 跟这帮顽固子弟费什么话 你俩随我去盐屋场 那一千新甲兵 是 你就是九皇子夏天 模样倒是生的俊杨 不过说到底 还是个机遇其外 败续其中的废物 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是何人 夏天 有句古话说得好 识时误者为俊杰 一个被赶出京城的废物王爷 连给我家小姐提鞋都不配 居然还妄想求去婚约 真是癞蛤蟆小吃天 大胆见闭 竟然敢在殿下面前造刺 有死 放肆 这便是大侠第一名 我仁与传说中说的一样 清空清澄 无色天香 请九皇子向陛下建言 退掉这门婚事 即使九本王退婚 蓝小姐就这态度 态度 我并非求你 而是在帮你 你若想平安无事地抵达荒州 就必须退掉这门婚事 难不成 你司马家要在本王途中 结伤 我司马家乃是大厦的臣子 又怎敢做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只是 我司马家雄居官楼 想与我司马家联姻者 如过江之礼 九皇子如今已是自身难保 不如退掉这门婚事 省得白白送了信 你若是答应了 我司马家 不仅能保殿下荒州之行平安无事 更能资助殿下 在荒州抵御外族 两全齐美 殿下 何乐而不为呢 本王自知此行九死一生 可你司马家又好到哪儿去 司马家强盛不佳 更有从龙之功 可这天下 终归是姓像 父皇连我这个仅有些 前朝血脉的皇子都容不下 更慌论你们司马家这头猛虎 陛下 是想 再动手 还不算蠢 司马家妄图与太子联姻 从而染指皇权 本王说的可对 他是一个废物 怎么会知道这些 父皇借我之身 以婚约之名打压 你司马家自知此事无计可施 这才等门退婚 本王说的可对 一派胡言 既然九殿下执意如此 那我便不再不说 小哥 我们走 记得明日早点打点行装 别忘了还要与本王 前去荒州呢 你还是想想 自己能不能活着走出京郊吧 陛下 陛下 陛下较赐了一千雄兵 一道演武场 太好了 有了这一千雄兵 保卫荒州 不是问题 这些人 就是陛下赐我的悬甲军 喂殿下 太子从中作梗 故意从伤病中挑选士兵 大多都为手脚残缺的重伤之人 我也是经过一番挑选 原厂凑出百位尚能促占的兵 组成殿下轻卫队 让他们把衣服退去 我要看看他们的伤势 殿下 这寒天懂地的 脱衣服是不是不妥啊 按本王说的做 是 殿下有令 令您等退去衣物 不得有误 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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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批批批批地让我冷脱衣服 难不成 是想冻死我们吗 就是 就是 你是不是说什么呀 天下看不到我们一起 为何如此羞辱我们 就是 凭什么 凭什么 老婆 速来听闻 玄甲军以军纪严明 血勇杀伐闻名天下 今日本王一剑 大势所望 你们不会是从战场上逃回来的逃兵吧 谁是逃兵 不是逃兵 我们才不是逃兵 说什么啦 我得为大侠出生入死 凭什么说我们大家是逃兵 凭什么 凭什么 也不能侮辱我们大侠 第一勇士 我们都是一刀一剑 看出来的 就是 说对 玄甲军勇冠三军不假 可能如今的你们 街上还能当得起 玄甲军的荣耀与光辱吗 我等身遂伤 玄甲军不可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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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诸位属前大大小小的伤口 就是你们的军功证 伤口在前 代表着勇往之前 奋勇杀敌的象征 在懦夫逃跑的时候 伤口才会留在背后 这二十年来 天狼帝国一直践踏我们的国土 杀害我们的同胞 让边境血流成河 人们生不安宁 死不安魂 原本 你们可以享受太平盛世 可以不同军 但为了大下 你们还是依然提起了刀 与穷雄极恶的天狼大军作战 你们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当兵的那几个响赢吗 你们不说 你是我知道 你们是为了 我们这个国家 不再受天狼大军的践踏 兄弟姐妹 不再受天狼人的侵辱 是因为你们的血 魏冷 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 你等都是血勇之士 大下或许 遗忘了诸位 于阵前的费勇杀敌 遗忘了诸位 满腔戍边的魏国之志 本王从未忘记 你们魏国受伤 可却没有受到过公平的奖赏 但你们为这片大地流过血 大地会记住你们 你们所做的一切 无上光荣 三十功名陈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 好一句八千里路云和月 京都传闻 九皇子是个废物书呆子 你看 全都是放屁 只要王爷历经此劫不死 定能礼于月龙门 一飞冲天 来人 拿酒来 本王今日要与宗教师通饮 自 就历二十五年时 西南狼兵屡屡放我大下边境 而等今日可敢再取手中长刀 与我驰骋沙场 龙鞭树敌 打 壮志鸡餐葫芦肉 小财可饮 狼兵鞋 众将只与我共饮此酒 今日过后 且听诸位楼银 我能参见王中王 这些士兵 莫非已经都是骑兵 回兵殿下 玄甲军多余草原蛮就作战 军中士兵有精神骑射 净全是骑兵 这个时代还没有发明马 仿若将这些伤兵的伤势之后 再搭配马鞭和云 岂不是所向品 好 兵不再多 贵在京 本次挑兵 你二人当局守攻 随本王今天 我有钥匙交易女儿 是 是 这是本王所绘制的马蹬与连络的图纸 时间紧迫 你马上去寻精良公交 务必明日午时 将这些装备 分发于瑞队的回应 透露扳机将连续射出母舰 想到这世上就有如此精良公益 我打下陈农云山骑马 可今后 这马蹬 让我骑马作战 便如履平地 殿下大财 位置佩服 不过是一些小文艺吧 时间仓促 我也只能想尽办法 让威队的人 尽快地提升作战能力 此时十万户籍 不可耽误 殿下放心 卑职定不复所望 等等 王妃 按照药方熬制汤药 不除三日 这些老兵的伤势 便会痊愈 莫讲遵命 王爷大恩 莫讲万死难报 陈怨护王爷 去往荒州 这番话 真是九皇子所言 女儿所言句句属实 不过女儿觉得 是有人在背后 指点九皇子 天下兮兮皆为力望 谁会指点一个 被赶出京城的废物树呆子呢 到时 藏桌不嫌前农在渊 此次有枭雄之下 枭雄 家主 你也太看得起 那个废物了吧 与小姐的婚约 并非陛下止婚 而是她自己所求的 明知自己身陷了危难至尊 却满脑子欲想 每人在怀 她那番话 不过是瞎猫 碰见死耗子罢了 生之一定 尽口欲言 若九皇子不肯退婚 此事已成定局 不过九皇子 今日的表现 未尝不是 我司马氏族的机会 此话怎讲 女儿不太明白 世家传承 左右逢源 开支散叶 若想长盛不衰 就绝不能把鸡蛋 放到同一个篮子里 明日你与九皇子 共赴皇州 为父有种预感 假议十日 九皇子必然冲返京城 到那个时候 便是大下变天之时 九皇子 如果真有这么大的能力 恐怕 根本就不会被太子 逼到这个份上 女儿觉得 能让一个人 一息之间性情大变 九皇子背后 定然有高人之点 小姐说得不错 九皇子因为出身问题 一直被陛下 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从小就被打压 他那废物书呆子的名号 那可是传遍京城的 家主 你想视我司马甲为 洪水马兽 小姐此行凶险 你务必要护佑小姐周全 是 九皇子 你觉得这群伤兵 能护你走到荒州 这些伤兵 都是九经杀手 战争 若谁敢来刺杀 本王定着他 邪恨当地 诸位 荒州之际 群山恶首 昨日 有战宝传至京城 天堂帝国 已存兵百万 诸位跟徐太王 不免会马格果世 埋骨他乡 本王再给你们一次 决策的机会 是跟随 王前去光州 而等于本王生死与共 富贵同享 还是想留在京城 殿下说这就是 殿下能看得起 我们这些老肉病残 是我等的荣耀 我等誓死 追随殿下 好 既诸位 击诸位 凶游此痴 那我便随诸位 一起去 会会天狼大队的狼崽子们 跟他们拼出个 你死我活 狗飞龙树 是 在清卫队 去往二十里外 治疗伤势 分发装备 修正透明化 是 九殿下还真是 善于玩弄人心啊 续续几句话 就让这些老兵死心塌地 不过 若是这些人 是殿下唯一的仪仗 那么殿下 只会死在路上 你又怎知 我们有别的仪仗呢 蓝小姐这么轻易 就下结论 是不是有点 太过武断了 武断 就你的废物 难不成 还能搬出什么 天兵天将出 真是可惜 如果殿下 真的以为 能轻易抵达荒州 那么 我断不可能 就这样陪你去送死 送死 今日我就告诉 司马小姐 我不仅会 还会驱除天狼之患 以阵武大下军威 小弟 救我别送人 还真是大言不惭 怎么 今日去荒州 这么早就准备上路 这两位 不是本宫府中的 两条废口吗 请被九弟你给收留了 你可要当心这两条狗 有朝一日反世其处 自古良心择目而起 黄兄这段朽目 稍有无慎 就会把自个人摔死 又有谁敢站 九弟 你今日前往荒州 本宫特地来送你上路 今日一早 本宫可就请今天 剑子倒着 替你 我也为黄兄捕了一挂 黄兄眼睛狭小 天生自在三分音森齐 怕是活不到来宁开春 黄兄与几位黄嫂日夜耕鱼 却生不出一难半年 怕是今生无后了 你 九弟怕着还不知道啊 每日冬季结束之后 天狼帝国便会率军 杀入荒州烧杀请运 而每次领兵之人 便是有着血强威之称的 忽颜肚儿 忽颜肚儿 这忽颜肚儿 可是跟司马小姐 互相伯仲的名 只是听闻 忽颜肚儿最愿意 将敌军主帅 绑到马上活活托死 九弟 你此番前去荒州 想来不久之后 便能体会这个滋味 我生平最喜欢野性十足的吗 等到了荒州 我第一个就把他抓来 做通房丫鬟 扬扬我大下的威风 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这天色也不早了 九弟 早些上路 行 谢天 又谁让你死的 见过太子殿下 父皇竟派公公来住 供一臂之地 陛下得到密函 天下第一剑客司马剑 已悄悄离开京城 暗中保护九皇子 什么 司马家要造反不成 不过殿下尽管放心 我会拦住司马剑 绝不会让他干扰您的计划 好好好 有曹公公助我 那就万无一失 这次不良 看看那个小杂主究竟还怎么逃 陛下还有一句话 让我带给殿西人 成大使者 故居小姐 司马士族狼子也行 司马兰 好 知道 众将士听令 九皇子夏天意图谋反 其罪当诛 凡能砍下夏天头颅者 上千金 甭万户侯 仅遵太子殿下令 仅遵太子殿下令 今日你如此奚落太子 太子牙子未报 恐怕现在 已经带人来追杀殿下了吧 太子 他杀不了本王 九殿下不会以为 那些老弱病残 能抵挡住太子的铁骑吧 况且 现在这些老兵 也不在殿下身边 太子如果此事杀到 岂不是望中桌边 九弟 天日足不了 夏无极 九弟 什么 见到本宫 很意外 夏无极 本王现在可是 父皇亲风的荒州 眼下天狼大军入侵荒州在提 倘若无我钱去荒州 抵抗 你该如何向天下人 向父皇一个交 哈哈哈哈 你不会真的以为 父皇想让你活着走到荒州吗 那些赐给你的金银 不过是你的陪葬品罢了 至于荒州战士 凭什么认为你缺缺一个废物就能守住 芝麻小姐 倒是生得国色天香 若是就此飙了 本宫还真是居心不住 只可惜 父皇已经下令 只能送你跟这个废物一块上路了 太子 你敢 我父亲可是朝军重治 你敢动 不怕陛下怪罪吗 怪罪 本宫乃是太子 未来的储君 永何不敢 未来储君 太子是不是高兴得有些诚 古往今来有多少储君 在还没有登基前就被人案害谋杀 其实你这个太子这个行业 也是个高危之业 今日我看死不是我 是你 你若再敢轻求 杜云 信不信本王现在就成了你 可笑至极 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 夏天 今天你必死无依 来人 宋九皇子 上路 你们谁敢动手 当我者 少无赦 请看当众行凶 司马剑何散 大小姐 别白费力气了 本宫早就派高手前去拦截司马家 你们司马家的天下第一剑 是来不了的 还是安心上路吧 可真是凶有成果 住口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要自己的 你是想我们这群人都死在这儿吗 你当真要和我们司马家作对 你知道这样的后果 后果 本宫把你们都杀了 尸体剁碎了胃口 你们司马家难道还敢因此造反不成 难道整个大厦 还有人替你们这群妇贼处 太子 你 什么钱 你怎么办啊 只要让老九给本宫跪下磕个头 在自裁于本宫面前 本宫就会考虑 放你们一把 就你 嘿 你别痴心妄想了 你还嘴硬 你当真以为太子殿下不敢杀你吗 自己死了也就算了 难道 还想联累我们家小姐 跟着你一块去死啊 看看这个废物 到现在连自身都难保 还指望他救你们 下午起 你当真是好大的胆子 虚然截杀皇子 虚受残杀不住 更要残杀朝中重臣家属 你当真以为大象无人治得了你吗 好乃蠢君 未来的九五至尊 杀你们这群 叛逆 谁敢治本太子的罪 你今日 杀不了我 你凭什么 难不成 凭的是那群老弱残废啊 本王姑姑这现在都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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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无路入地无门 岂死你生路 拿下玄甲军在此 谁敢杀害皇子王 杀无事 杀 杀 本王姑姑还真是想瞧你啊 让这群废物替你卖命 你也不简单嘛 太子殿下 过奖了 可你有句话错了 他们这些人 不是为我卖命去死 而是为我们这个国家 他们不是残废 更不是废物 他们是我夏天诗如己出的兄弟 这些残废老兵 昨日根本没有丝毫的斗志 就如行尸走肉一般 这才过了一天 就跟脱胎换骨一样 九皇子到底做了什么 本王是圣圣千顶的荒州王 你等 跟着太子一起 劫杀本王 你从谋反 其罪当初 先放下武器投降者 本王可免你们一死 给我围住他们 谁敢反抗 割杀勿论 怎么 你还想杀了我不成 来啊 本宫现在就站在这里 来啊 有种就杀了我 身为太子 与京城郊外截杀本王 这是闹到父王那里 我已有礼 失手挫杀太子吧 为何不敢杀你 小姐 九皇子他 他居然想杀了太子 他是不是疯了呀 九皇子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敢杀太子 你根本走不到荒州 怎么 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太子今天来劫杀我 我就站在这儿 让他一刀砍了不成 如果你非要逞一时之勇 就当是我看错你了 废物就是废物 做事不过脑子 我倒要看看 你杀了太子 你还能活几天 动手 你要干什么 你可别忘了 你的母妃还在皇宫里 又不敢杀我了 来呀 朝这儿砍 这 只要杀了我 生你这个废物的秦贵妃 就会成为一个千人骑 万人成的女人 不妨会将她一刀一刀的凌驰处死 激将之法 你这一套早是本王玩剩下的 下午几 本王不会在这里杀 本王今日被迫离京 但终有一日我会再次回来 到那个时候 我会让你像一条狗一样 跪下来求我 你不会有这一天的 我绝对不会让你活着走到荒州 高飞 卢树 属下在 属下在 打扫战场 收兵 是 曹公公 你来得正好 赶紧替本宫杀了夏天 真是找死 我有一件 死而等归息 司马剑 你当真要与陛下作对吧 曹公公的意思是 陛下派人暗杀自己的亲儿子 你 既然不是陛下的意思 今日九皇子不能死 风水轮流转 你以为你现在就是天下第一了吗 你敢善离京城 共风天的人 不被罢休的 公公 这次真的杀不了夏天了吗 咱家老了 我不是司马剑的对手 有他在 杀不了九皇子 不过 他也不能一路保护九皇子 殿下尽管放心 我已经令 黄虎寨的土匪 埋伏在九皇子的必经之路上 老九 躲得了初一 躲不了十五 本宫就在京城 等着你的向上人头 走 哼 王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他 就是司马剑 万万没想到 司马家竟如此看着王爷 竟然派司马剑暗中复 王爷 这司马剑 是天下第一用剑高手 剑法神鬼莫测 有了他的保护 王爷到网荒州的概率 便又多了几分 多谢先生救命之恩 王爷无需多礼 在下也只是奉公行事 我与陛下有约 不得善离京城 今夜过后 王爷这条路 就只能自己走了 恳请王爷 善待我们家小姐 高飞 前面还有些小的地方吗 回王爷 前面有一个名为桃花乌宝的客栈 殿下 这次是我的疏忽 没想到 司马家真的会出手 无妨 本宫此次本就是试探 现在看来 夏天也没有其他的迷牌 通知下去 让荒州路上的兄弟们 做好准备 去夏天头颅城 赏金十万两 需要通知二圣使他们吧 若二圣使愿意出事 那自然在乎 二圣使乃听雪楼的金牌杀手 死在他手下的高手权贵 下吧 本宫要的是万无一失 奴才遵命 好巧啊好巧 你不会真的赢 能活着走的荒州吗 停 王爷 这地方荒废了这么多年 今天怎么竟然有人了 你这都多少年没出京城啊 如此风景绝美的地方 有人营生很正常啊 大惊小怪 我看你是被太子吓破胆了吧 怎么连堂堂九皇子 你不敢进去 难不成 你想让我家小姐 跟你在这荒郊野岭过一宿啊 小姐 你别管他 我们进去 小哥 我们 小姐你别怕 有危险我能保护 不像某些人 我们司马家救了他 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小姐 我们走 王爷 现在我们怎么办 让兄弟们开火生灶 他们身上多有受伤 这天寒地冻的 也该让他们补补身子 是 卢叔 卢下在 照看好兄弟们 告诉他们 下不离身 刀不离手 我先跟高飞进去 是 你好了吗 放心吧 翟哥 娘的毛汉药 够他们吃一壶的 后边的兄弟们 也都准备好了 只要寨子把那个酒房子给控制住 再摔往为后 外边的兄弟就会把那群残废给围起来 几位爷 打劲还是住店啊 这边请 掌柜的 上好酒好菜 顺便再开几间上好的客房 得了 几位爷稍等 王爷 这几个人有问题 堂堂荒舟王 难道就这么怕死 几位客官 就等了 几位客官 这些呀 都是咱们小店的招牌 几位慢用 几位军爷 我看几位都是行军的 咱们客栈还有洗浴服务 几位吃好喝好 然后洗个热水澡 也助于明天咱们赶路嘛 小姐 咱们饿了一路了 快吃吧 没问题的小姐 这荒山野岭 就这么一家客栈 好端端的害我们干什么呀 等等 小二 麻烦你过来一下 诶 客官 有什么吩咐啊 你先尝尝 几位军爷 我们都是寻常老百姓 不会害你们的 你们就放心吃吧 是 是 几位军爷 把心放在肚子里 要你吃你就吃 废什么话 是是是 我这就吃 是是是 我现在就吃 早就看你们不对劲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不愧是九皇子 老子年文更名 莫不改型 孙虎山寨主 王虎 骑杀王爷 这可是诸九族的大罪 你不过是个被京城 缉拿的可怜宠 你以为叫你是王爷 真以为你是王爷了 九皇子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兄弟们 给我杀了他 今天女人 因有经有 不说在此 谁敢放肆 不过是一群老肉病残 你想死的 有关 保护王爷 杀 不可能啊 咱们可能有这么好的身手 有杀 算了 穷扣莫追 只不过是一些山贼而已 量他们也翻不起什么浪花 九皇子还真是真人不露像 在京城之中 从未显入过这么好的身世 京城水山 本王只不过有历史罢了 我看王爷是害怕太子和陛下盯上 无法脱身吧 就算会武功又有什么用 以你个人的力量 终究是无法跟朝廷抗衡的 否则 也不会被赶到荒州 本王会的 可不止武功 以后兰儿自然会知道 高飞 士兵伤势如何 王爷 只有几个老兵负伤 我等身经百战 区区几个毒粉 自然不是我们对手 好 既然土飞已经跑了 想必短时间内绝对不会卷土重来 让兄弟们挨客上楼 好好洗个澡 殿下如今大权在握 之后登离皇位 可不要冷落了臣情 那就看你怎么表现 只要能让本宫满意 这后宫定有你的一席之敌 好 慕斯林 不合了 王五战的山 写下将皇子不成 魁不成军 洗天后的皇位的王五战 废物 一帮老弱病残都搞不定吗 本宫还有药力 是 退下 是 是 奴才参见殿下 不知殿下有何事吩咐奴才 总之二圣使 让他前去劫杀九皇子 千万不能让九皇子 王朝 是殿下 这次有堪比宗师的二圣使 出手 九皇子必死无疑 王爷 你怎么在这 本王不配与你们同狱吗 愣着干嘛 我命令你们都进来洗澡 否则 你们都给我出去在雪地上裸奔十圈 是是是 我爱遵命 我爱遵命 你们洗澡不脱衣服吗 一个个大老爷们的 跟个黄花姑娘似的 有你 怎么 本王在你们眼中是洪水野兽吗 本王可没什么龙羊之号 兄弟们大可放心 本王是不会对你们做出一些 令人深刻的事情 我去 那熊壮嘛 属下不及王爷的万分之一啊 多大年纪了 还这么老不正经 什么九皇子慌着我 这分明就是地痞流氓 小哥 九皇子他们在做什么 小姐 九皇子正在跟一群老兵洗澡了 为了笼络人心 夏天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在谈着什么 他们 他们都在夸九皇子本钱雄厚 本钱 是何物 小姐 真是男人的下身之物 本钱欲雄厚 另外一边 又死人了 你这死丫头 我让你去盯轻卫营的房屋 偷归他们洗澡做什么 哎呀 还不是那些残疾清兵 防我跟防贼一样 你当真以为 他们只防你 除了他手底下的亲信 咱们这位荒州王 不相信任何人 夏天他连你也不信 他要是想活着 走到荒州 成为名副其实的荒州王 却不能将姓宁 托付给外人 因为他输不起 输 代表着死亡 小美人 小美人 别挣扎了 今天 我就让你体验到极致的快乐 真是怎么办 这里是猛虎战场 就算你叫过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是谁 是谁 一头废 再次烧杀巧略 干一只见不得人的狗 哪来的女人敢夜闯我猛虎寨 弟兄们 给我拿下她 狠狠容力三天两夜 也好谢谢刚刚的火器 杀 杀 杀着这个女人 一群土鸡娃狗 独自量力 贱弃 这怎么可能 你是谁 太子殿下命儿等 狡杀九皇子 儿等办事不立即 别让我死杀了 你是东宫的人 有时间欺负你 雷时间 太子灭下的事 你们是真不知道 是怎么写的 不是我不出力 就凭我们 根本杀不了九皇子 前去逃皇无宝 就是拜拜送命 兄弟们都不愿意去 九皇子一行人 在桃花会休息 你们晚上夜行 九皇子 走回去 盛世大人 这九皇子身边 全身那群老弱病残 但是作战十分勇猛 我们这帮兄弟 都是一些 落草为寇的百姓 先去拜拜送命 还我盛世大人 饶命 给你两个选择 一 是听我命 前去围杀九皇子 二呢 就是我杀光子 尽遵盛世大人之名 王爷 这可是皇室专用的珠灵 我只在京城的 达官显贵身上 才闻到过这种味道 王爷少给我们用 怎么 我怎么不敢 我们这些操汉子 用造脚摸摸身子就好了 哪用得起 像朱灵这么贵重的东西啊 此言诧异 朱灵只是用来 洗澡的繁俗之物 我能用 你们为何不能用 等到了大荒州 本王会造出比较更精美 使用百倍的洗澡之物 那时候 朱灵这种东西 狗都不用 王爷 还有比朱灵更好的洗澡之物 那当然 这世上 有一种名为 肥皂的洗澡之物 朱灵在它面前 连提鞋都不配 那我们用了它 那身子 岂不是比宫里的娘娘 还要金贵啊 其实 之所以让你们用朱灵来洗身子 不仅能最大程度 将你们身子洗干净 更重要的是 王爷 我知道 您没有龙羊之号 您就别逗我们了 是吧 我们这都洗半天澡了 木兰干什么去了 他怎么还没来 这大冬天的 让我等脱衣服 难不成 是想冻死我们吗 你管那家伙干嘛 成天扭扭捏捏的 像个娘们一样 王爷 您话不能只说一半啊 刚才说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 要让你们身上的伤口洗干净 减少感染的风险 王爷 这感染二字 是何意啊 各位 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了 难免会受些刀剑之伤 若伤口得不到及时的处理 便会发炎 化膿 破坏肌肉组织细胞 更严重的 还要付出 断胳膊断腿的代价 来跑命 这就是 因为伤口被细菌感染所致 有的时候刀剑 可不是磨得越锋利 就越能要人命 往往锈了的刀 才是最致命的 王爷 属下不紧 这刀剑越盾 连敌人的盔甲都砍不断 这如何能够上阵杀敌呢 对啊 绣了的刀剑自然是砍不破甲咒 但若是 砍到人的身上 那就是致命伤 因为 绣了的刀剑上往往都带着更致命的感染物 一刀破伤风 两刀剑祖宗 若是不及时医治感染 神鬼也能救 超厉害啊 这 浴室门口 已经拿来了猎去 等你们洗完澡 好好把你们伤口消消毒 是是 王爷 你们今天可是有口福了 一会儿让你们吃些好吃的 王爷这是要干嘛 王爷把这牛油浇到这面上 这面还能吃吗 你懂什么 王爷这么做 自有王爷的道理 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吧 本王这面 名为油泼面 那味道 可是一绝 快尝尝 真行 太好吃 不要吃过这么好吃的面 喂 过来 尝尝本王的手艺 王爷 这面 王爷 实不相瞒 我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这么一顿饱饭了 像现在这样 有益传 有肉 有饭吃 这日子 可是神仙过的日子 说出来 您可能都不会相信 我现在 都有点小女人了 木兰 你的女儿身还要藏多久 王爷 你这 这么多年 你身上的伤早已化了 若再不干预 你的命 很有可能就会死在这 你考虑清楚 是要命 还是要这颜面 你来干什么 本王亲手 特意为王妃做了面 想让王妃尝尝 恬不真实 我家小姐尚未婚配 什么时候成为你的王妃了 赶紧把你的面拿回去 我们小姐不吃 好香 好想吃 小哥 不得无理 王爷 请坐吧 南小姐 尝尝本王亲手做的 油破灭 王爷有心了 等等 你先吃一口 我怕你下毒害我们小姐 好端端的 我干嘛要害我们家王妃啊 看好了 这下可以了吧 算了实相 小哥 我带小哥多谢王爷 同是天涯沦落人 本王有一口吃的 就能让南小姐有一口喝的 时间不早了 我还要去给伤兵治伤 赶紧吃完面 你也早点休息 嗯 先告辞了 九皇子 九皇子虽然不得宠 但也是皇亲国旗 想不到一碗面 竟做得如此好吃 这油破面本是普通 但由王爷亲手做出来 恐怕是这世上最珍贵的美食 我就知道皇舟王没安好心 俗话说得好 想要抓住一个女人的心 就要先抓住她的胃 小姐 你不会因为一碗面 就对皇舟王放心爱许了吧 胡说什么呢 我 我岂是如此肤浅之人 再敢乱说话 找打 你的亲味吃了你做的面 护你周全时 定会尽心尽力 不死不休 这碗面煮得真好 吃的不是面 是人心 爱妃 是在给小九 缝制黄袍吗 陛下来这孤心殿 有何心事啊 小九 究竟是不是朕的儿子 当年月圆之夜 你和那名 闯入秦宫中的刺客 到底发生了什么 陛下想什么 那就是什么 我和那名刺客早就死通了 至于天儿嘛 他也不是你的龙舟 朕要是没猜错的话 那名刺客 应该是前朝的第一刀客 现在的乾隆会 也是他在暗中一之 陛下说什么 臣妾完全听不明白啊 至于那个什么乾隆会 臣妾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这么多年 朕了解你 若夏天不是朕的孩子 你绝不敢如此跟朕讲话 既然爱妃说不知道 那朕就当你不知道 朕这次来 是想和你说说 九儿封王之时 九儿在宫中装吃傻 倒还看不出什么 但一放出去 先是笼络一众老兵 又大破太子的追杀 再以疲惫之躯 与那蒙湖寨的土匪缠斗 有勇有谋 破有朕当年的样子 哦 九儿 他看来陛下和天儿的感情 真还是父子情深呢 他是朕的第九个儿子 朕难道就不能喊他一声九儿吗 两天前 你想冻死你的亲儿子 你恨不得天儿 马上死在你的脚下 而如今 你一口一个九儿 叫得如此亲亲 陛下收回你虚伪的一面吧 臣妾接受不起 你老亲家的宝藏 究竟藏在哪里呢 说来说去 陛下露出你的真面目了 陛下就是想通过天儿 知道宝藏的去处 你无可奉告 四库无情帝王家 天儿身上留着你的血脉 要杀要滑 随你便 小舅的秦王崩上 朕早就派人送去 爱子回京 朕也将其禁足 朕哪里无情了 陛下就是想通过天儿 知道当初反对你当皇帝的人是谁 特别是闯入我寝宫的人 陛下还想知道 我前秦的宝藏在哪 陛下想知道的 不就是这些东西吗 任何闯入你寝宫的男人 都该死 就算他是天下第一刀客 也不例外 这次 他最好不要出现 否则 朕会将他碎尸万段 千万 陛下 陛下 可否将这王鹏 一并待遇天儿 朕今日 刚好把太子十万两白银 小舅盖王府 把手一并送去 陛下 你说罚太子的钱 给天儿盖王府 陛下究竟想要做什么 以后 会知道的 他从来不会无地放尸 这葫芦里 究竟卖的什么药 天儿 势必要小心啊 参见王爷 无需多礼 退去一跑 王爷 这 你觉得 是命重要 还是内心礼节重要 是 王爷 我这伤 还有得救吗 这伤跟了我好多年了 每每发作都痛不欲生 可也想着 能活一天是一天 要不是遇到王爷 你不用担心 你的伤 本王治得好 你大可放心 身为一个女子 在战场厮杀多年 能够存活下来 很势不凡 本王 是不会让你轻易死掉的 你的伤口之所以一直无法愈合 主要是因为你伤口中的毒素 没有被拔出 我先挑破你的脑 将脑头拔出 再去除你伤口之毒 最后 敷上本王毒创的金疮药 你的伤 就可以痊愈了 木兰在此 多谢王爷 天狼人在兵器上 抹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被其所伤 那些奇怪的东西 就会在你体内 变成怪毒 它不会让你立即死亡 但这种痛苦 会伴随你一生 生不如死 卑鄙无耻 王爷 这群天狼人 在刀口抹了什么 怎么会这么恶毒 腐烂的 畜生湿水 粪便 毒蛇之液 铁锈水 毒草之水等等 这些都是很难缠的东西 我这伤 您看着质病好 质不好也没什么的 王爷 我的东西 在伤口深处吗 不是 已经厚在胸底之上 那怎么办 王爷 我这伤 怎么突然不疼了 王爷的医术 是成何人 本王的医术师傅 名叫华陀 乃是隐士高人 我学的银针之术 叫做 青囊神针 华陀是谁 青囊神针又是何物 你只需知道 他的医术 举世无双 青囊神针 更是他一生的心血 青囊精毒 精髓所在 我现在相信 您能治好我了 您动手吧 你的毒 已经深入骨髓 寻常的臂毒之法 已经对你不起效果了 那怎么办 你有没有听说过 刮骨疗伤的故事 刮骨 这 这不是刑罚吗 不是刑罚 而是救人 曾经有个 名震天下的武将 关羽 一次战争中 被毒箭射伤手臂 毒入骨髓 难以驱除 我师父华陀 便为他 刮骨驱毒 当时我师父华陀建议 在关羽大帐外 设一根大柱子 上面挂一个大环 将关羽 绑于大柱子之上 将他的手臂 放入大环之中 刮骨驱 那关羽面不改色 开始与手下下棋 伸出一只手就说 我就这样刮骨 绝对不动 于是我师父 摆上揭洗木盆 开始割肉 直至骨头 开始割肉 直至骨头 但那关羽 眉头不皱 一边与手下下棋 一边喝酒吃肉 仿佛被刮骨之人 不是他 这关将军 还真非常然 这种意志里 足以吊打 这世上九成的人 我师父说 那关羽 乃是五千年 一世出的好汉子 你身为女子 从容多年 始终不曾放弃 你有没有信心 挑战一下 王爷 我就是烂命一条 恐怕 比不了这五千年 一出的好汉 刮骨疗毒 不说能不能 治好我的伤 估摸着 我都能被活活疼死 我师父曾传下一药 名为麻肺子 原本可以麻痹 刮骨 可死药 极为难配 下 你只能选万语了 王爷 不能等那个麻肺子 你制造 再刮骨疗毒吗 不行 因为麻肺子的主药 现在找不到 佩城之日遥遥无期 如已然深入五里 若再出心肺 就死定 好 王爷 那你来吧 王爷的房间中 怎么有女人的惨叫声 王爷的刀 可不再轻点 如果我这刀再轻点 你至少还会再等待一个多小时 那就请王爷 再施点劲 小姐你轻点 这夏天还没到荒凉中 他在这玩女人 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从这几天来看 九皇子夏天不像这样的人 你轻点 这混蛋 真的是我看错 小姐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围住他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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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居然是女兵 这怎么可能 竟然是在疗伤 我们还真的误会他吗 王爷抱歉 我们听到这边有动静 便赶了过来 现在就走 无妨 治疗已经结束了 剩下的救生包扎了 多谢王爷救命之恩 能熬过刮骨之痛 相比官二爷 也不遑多让 将来你定名阵天下 说不定 你还真能成为 那明满天下的女将军 花木兰 王爷 你竟然还精通医术 本王会的可远不止这些 你日后 便就会一一知晓 吹牛谁不会 放肆 敢对王爷不敬 杀 是京城传信 你先退下休息吧 是 王爷不好了 这次前来刺杀的是 二圣使 月黑风高杀人意 夏天 今天是我特意给你挑好上路的日子 二圣使 九皇子司马府一行 都待在桃花物宝内 防御松懈不时有惨家声传出 可能是伤兵熬不住苦寒 伤兵发作了 好 再探 是 你的任务 就是牵制住那些伤兵老将 九皇子又亲自去杀 二圣使放心 我王虎 定会为二圣使 争取一刻钟的时间 不用 半刻即好 你们两个虽然是我交的铜牌杀手 但是对付一些伤兵老将和一个废物王爷 那是绰绰有余 兄弟们杀人无数 虽然不如银牌杀手金牌杀手 不过杀一群伤兵和一个废物王爷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圣使放心 此次任务的赏赐 我们拿定了 对面都是一群老弱病残 我们已有心杀无心 攻其不备 定能取得胜 都给我住口 骄兵必败的道理你们不懂吗 这荒州王虽从小困在宫里读书 手无腹肌之力 还领来一群伤兵败戒 杀他很容易 但是你们不要忘了 这荒州王队伍之中 可是有司马家的户物 这些户物 各个都是高手 不可经敌 遵命 这次行动一定要快 今夜此时 立刻动手 据我父亲探查到的消息 这次前来刺杀的人 那是天下第一杀手组织 听雪楼的二圣使 此人武功神鬼莫测 刺杀百余人从未失守 王爷 以我之见 我们必须要避其锋芒 让本王避其锋芒 我看 是他听雪楼要避本王的锋芒 九皇子 我家小姐一片好心提醒你 司马剑不在 听雪楼的杀手 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抵抗的 你不要不识好歹 一群不入流的杀手 岂能入得了本王的华语 他们尽管来 敢来 本王就让他们有来无回 你以为你打败了太子 就天下无敌 目中无人了 我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在悄无声息之间杀了你的 还大有人才 而听雪楼的二圣使 位列天下十大杀生之子 你自己寻思 可别搭上我家小姐 王爷 小心使得万年船 明枪一朵暗箭难放 且不能有义气之争 蓝小姐 不必多说了 今晚我就会好好会会听雪楼 看看到底 鹿死谁手 更必自用 一有点势力你就目中无人 夏天 你太让我失望了 蓝小姐 本王不仅不会死 也不会让任何人失望 小姐 你看他 都死到临头了还笑得出来 你跟他苦口婆心说了这么久 他居然无动于衷 难道你真的要把希望压在这样的人身上吗 罢了 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本来我以为九皇子是乾隆在冤 现在看来只不过是银杆落枪头 是我看错了你夏天 隐秘接近 将阴影出的暗哨全部解决 是 他们两个对地形地物的利用 已经真挚化镜 就算是两个铜牌杀手 前行之术 也能跟金牌杀手 步步多路 杀鸡焉用牛刀 我们二人便可以解决掉那个废物皇子 何须要盛世出手 就是 别动 你把手举起来 不想死就别给我乱动 杀人于无形之中 这就是王爷所说的特种夺战吗 那些王爷杀人的手法 竟然如此老了 阴影出有问题 你们两个 前去查课 是 二城市 情况有点不对劲 我们好像被埋伏了 若不清楚暗处的危险 我们时刻都有危险 时间来不及了 如果今晚任务失败 就要全部处死 回金之计 只能强攻 我就不相信那个废物王爷 能抵挡住我们强攻 你 带着他们去围剿客栈 我就不相信 阴影出的资格会有那么多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只是为了吓退我们 圣神 你这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 这 你不去 我现在就杀了你 是 是 是 独蟹带一顿 把阴影出的敌人解决掉 剩下的 我来解决 走 堂堂大侠九皇子 竟如此卑鄙 想杀王爷 是死活 我杀 有埋伏 不想死的跟我跑 死亡废物 杀了荒州王 必将你们全部下光 不要慌 根据情报 这些功奴已经生锈 对我们起不了什么威胁 等我们杀了荒州王 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你杀 考虑了 什么什么 这些功奸到底是什么武器 我什么都不用跟我剑奴 王爷 黑衣人是二流高手 若是单挑的话 我们轻未赢 无人弄你 武功再高 也怕菜头 等本王练出了虎枪 再牛逼的高手 也来不过一颗子弹 撤 黄州王 这个仇我借下了 上丛碧落下黄泉 三日之内 我必取你性命 撤 王爷 这火枪又是合物 是世界上最狠的兵器 七步之外 枪最快 七步之内 又快又快 什么人 已经我了 已经我了 汪州王 怎么可能 你就是一个废物书呆子吗 天生神力 你知道的还挺多呀 可惜 你只是天生神力 并没有练出内功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普通人跟内功高手的区别 这就是内功吗 还真有点意思啊 真是踏破铁鞋 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给我死 太慢了 怎么可能 你没有内功 怎么可能躲过我的攻击 姑娘 现在该轮到我出手了 什么 什么 这是什么功 动不了了 酒内力又如何 本王这招 叫港式擒拿术 还奈何不了你啊 没想到 姑娘家还挺有料 该肥的地方肥 该瘦的地方瘦 混蛋 你放开我 我杀了你 你手下的人都死光了 这荒山野岭的 谁还能救得了你 若本王猜的没错的话 你现在的内力 也应该耗尽了吧 叫吧 就算交破喉咙 也没人能救得了你 你还刺杀不了 就应该知道 有这个下场 小天 不不 皇爷 奴家只是奉命行事 只要你今天 肯放我奴家 奴家 以后就是你的人了 一定会好好伺候你 让你一生快活的 好吗 此话当真 绝无虚言 那我 就信你一次 想不到到了这个时候 还想截杀本王 你无耻 我无耻 你们三番五次的来截杀本王 难道还不够无耻 本王无耻 我还有更无耻的呢 混蛋 若不是看你是个女的本王 早就杀了你了 若不是这家伙 内力耗尽是出手 还真不是对手 那家功力果然厉害 踏雪无痕 你竟然使得我的轻功 你竟然使得我的轻功 这月色如水 此地有景 姑娘莫非是 偶遇本王的 世人都在传 当今皇帝有九个儿子 太子荒淫无度 二皇子之八皇子平 九皇子 痴痴呆呆呆是个废物 现在看来 九皇子的痴呆 却是装出来的 你还真是身藏不漏 你就不怕 我也是来杀你的 你的气息深不可测 若你是来杀我的 你早就动手了 但是你迟迟没有动手 就说明你不是来杀我的 再说 遇到你这样的高手 我也无力反抗了 你虽然没有修炼出那家真器 但天生神力 可是有力得很啊 仙子 你说土地吗 天生神力的那种 你想拜我为师 可惜 你虽然天生神力 但已经错过了 练武的最佳年纪 经脉和骨骼已经成型 可塑性不大 难成高手 难道 就没有拯救的希望了吗 我这一门 是修炼那家功夫 不适合你 你最好修炼外家横练武功 看能不能有所成就 姑娘这话 过于武断了吧 说不定有奇迹呢 华夏俊记多年 有两本奇书 《易经经》 《西随经》 乃我华夏志强的外家功夫 可以重塑我的经文 弥补我确实的运机 黄州王 你为何发呆 黄州王 有志者 是静城 破釜沉舟 百二秦官 终属楚 苦心忍 天不负 我心常胆 三千月甲 可吞武 有志者是静城 这话有劲啊 既然你武道一致如此坚定 那我就看你这个错过了最佳练武时间的有志者 是怎么成为武道强者 等一下 掌握武 姑娘荒名 若是你能活着到达大荒州 自然知道我是谁 王爷 王爷 被指救驾来迟 请王爷输罪 被指救驾来迟 请王爷输罪 无妨 我也就是想试一试杀手的身手 若不是在他内力耗尽时出手 我还真拿不下他 那家真妻 果然是利负 王爷没有修炼过任何内功 将可以凭一己之力 俘获武道高手 简直害人听闻 听雪楼 怎么 你知道这些杀手的身份 王爷 听雪楼的势力极大 不止在大厦境内 周边的邻国也有他们的阻击 这听雪楼创立百年 据说老皇爷的死 跟他们也有直接的关系 天下人都说 当今圣上为了谋权篡位 杀了老皇爷 其实不然 老皇爷早早就身中剧毒 据潜龙会多年调查 老皇爷所中之毒 乃为异域其毒 曼陀罗 此毒世间罕见 只有听雪楼才有 这群杀手这么大胆子 连皇帝都敢来杀 这世间都说 天下杀手有九成皆出自听雪楼 其实不假 只要给他们足够的酬劳 没有听雪楼不敢杀的人 王爷 我看他的装扮 显然在听雪楼的地位不低 王爷 要不要杀了他 先不杀 带回客栈 本王另有他用 小姐 那儿正是被人打晕在地 从现场的打斗痕迹来看 是荒州王与他进行了殊死搏斗 几乎荒州王居然毫发无伤 是王爷 单独对战的二圣使吗 应该是 现场也没有发现第三人的痕迹 理应是荒州王动手 可是 事情就蹊跷在这 他是如何面对一个二流武道强者的 也许 那里出现了第三人 只是没有留下踪迹 能不留痕迹的高手 非达到宗师级境界不可 小姐高剑 不 不留痕迹的高手 那此人的武功应该不在司马剑之下 民间有很多情人异师 能练出踏雪无痕的轻功 也是有可能的 只是有一事我一直不明白 王爷明知道那个黑衣米刺可 别弹巧 却为何还要隔身 小姐 其实 恐怕得你亲自去问荒州王 才能知道答案 不解 等他想告诉我事 自然可以告诉我 我这个未封夫婿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 王爷 这些黑衣杀手可真是宋财童子啊 也许他们知道王爷的赏赐 也都换了物资 正好缺银子 这就巴巴的送来了 王爷 其实啊 最值钱的 还是那白匹战马 那是天狼大军中最好的汗血宝马 在大夏 一匹汗血宝马 可卖千两百银 那白匹战马 可是近十万两百银呢 这些宝马 本王不卖 不卖 这 王爷 那可是近十万两呢 我要用这些战马 打造出这个世界上 绝无仅有的一支骑兵队 有了这支兵队 无论是战争或杀 还是对付那些 妖狼 高手 都将一场 杀 王爷 物宝外有人求见 谁 他说他叫乾隆 乾隆 难道是母后提到的潜文慧 竟然是母后 千离 荒舟王 我受人所托 将这些孩子带给 山高路远 我们大荒舟见 为何你也在读 我这一心 能不能活得 把大荒舟 这一心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少主人 这是我们乾隆会 遗夫的名券 上面有我们 这群人的资料 那神秘的雪雾 很究竟是何人 不知道 我们接到命令 跟随王爷一起去大荒 为王爷的大荒 王府出力 王爷 属下认为 乾隆会的目的 并不单纯 你认为乾隆会 为何会把他们送来 你看他们一个个 面黄鸡兽 衣服担保 属下认为 乾隆会送他们过来 就是因为穷 你别去 葬衣 你身上背着的 里面是什么 萌萌 王爷你看 他们一个个 冻得瑟瑟发抖 背着棉衣却不穿 他们不会是暴露狂吧 当然不是 他们是在进行抗汗 臣女在这里攻击了 收到此等 无比贵重的大礼 兰儿 你是看出些什么 是死士 用古葬剑法修炼死士 葬剑死士 这些少年 骨骼都是万中挑一 虽然还没有练出真气 但他们的武道基础 已经打得非常牢固了 只要稍加魔力和打磨 就能成为天才武者 兰儿 我只是看出 他们训练有素 身上的气息 很是像你们 司马府的死士 所以我猜测 他们的身份 是死士 但是 什么是 葬剑死士 根据古书记载 死士分为三种 第一种 普通死士 威逼利诱 让其为主人而死 可以让主人驱使 刺人而死 也可以为保卫主人而死 第二种 精英死士 从小收入 进行训练 让其为你 以心待志 让其心甘情愿 为主人而死 我们司马府的死士 不是如此 小姐 我可不是这样的死士 小哥自然是与众不同 你我情通手足 是姐妹 小姐 我只是你的丫鬟 我不能余遇了 相府的规矩 你这丫头 明明是你想听的 我说了还讲座 是想逃打吗 小姐 手下留情 兰儿 那第三种呢 第三种死士 乃死士之王 浪剑死士 打从出生开始 就被告知死士的身份 就知道自己最终的结局 就是为主人而死 他们认为 这是天经地义之事 是无比光荣之事 是他们来到人世间的使命 他们活着 就为主人而活 这么说来 从他们一出生开始 思想是疑死 王爷高剑 确实如此 现在 他们穿着单薄行走 就是在渡寒前 用寒冷 打磨身体 磨砺一致 我也是第一次见藏剑死士 第一次见他们的磨砺之法 果然让人正好 你们是在进行 极限奈寒训练吗 是 还要练多久 十天 藏医 现在是你带队进行训练吧 那训练你们的师父呢 死了 死了 怎么死的 这次在进行极限奈寒训练时 我们遭遇了有史以来 最极端的暴雪天气 师父们都被冻死了 那你们为何还活着 师父们说 我们的意志比他们的坚定 气血旺盛 心苦如雨 所以能活下来 而师父们年纪大了 气血枯稳 心中杂念太多 心火已经逐渐熄灭 所以会死 高飞 龙瘦 属下在 属下在 安顿好藏医他们的生活 若是他们训练上 有任何需要 尽量满足 是 王爷 拜见少主人 拜见少主人 起来吧 恭喜王爷 这五位少年 虽然还未完成魔力 但在将来 必将会为王爷 带来无与伦比的情大度 若是他们都能成长起来 这天性 都将为王爷占领 小姐 原来我还会担心 这些伤员和土匪作战 会有些吃亏 现在好了 有了这些半调子的 脏见死士 那些杀手和土匪 要是再懵懵懂懂风了 恐怕连怎么死都不知道 那就让他们来 那个太子 还垂涎你的美貌 做了那么多恶心的事情 现在 小哥想看他在东宫 暴跳如雷的身影 听他气急败坏的身影 王爷还在这儿呢 不怕失礼吗 我可什么都没听到 小姐 那我们要将王爷 有脏见死士之事 用密函告诉老爷吗 不用 脏见死士是王爷的底牌 只有出其不意 才能杀敌人措手不及 如果将此事告诉父亲 会有泄密的可能 小哥 下达封口令 泄密诚 杀我射 是 小姐 那些驾马的 也是王府的死士 其中有两个人 还是老爷的 叫他们来见 我亲自处理 好 兰儿 辛苦你了 你在宝外 布置了功努手 如果我的人出去 会被射成筛子 你猜 如果我是你 也会这样做 等将来你主内 我很是安心 等你能平安到荒州再说吧 本小姐还没答应嫁给你 夏天 你这个混蛋 你放开我 你这女人唧唧歪歪的 瞎叫些什么 那你放开我 那世界 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敢在王爷面前放肆 简直不知死 本王没有工夫 跟你浪费时间 你最好把你知道的 都说出来 这 你会少受一点罪 你们先想从我这里 得到任何信息 到死 都不会告诉你们 你是真蠢啊 你就不觉得奇怪吗 你堂堂一个武道高手 为什么现在 连区区的绳子都无法解开 你是不是感觉自己的丹田 空空荡荡 甚至无法调动体力的一死真气 你对我做了什么 也没什么 不过是暂时为了你 现在你还有什么资源 在本王面前放肆 这些龙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是吗 希望 一会儿你还能像这般嘴硬 藏医 进来 参见主人 根据我得到的资料 你从小就学习医术针 今天我就考考你了 扎什么样的学位 能让人不死不僵 去 夏天 你这个疯子 人群一共有721处死穴 36处死穴 36处死穴 只要处理得到 都不会让人死穴 却能让人产生极大的痛苦 你还记得蛮清楚的吗 那就赶紧动手 记得夏生 一定要慢 让我们的二圣使大人 好好感受感受 遵命 主人 夏天 你不要敢动我 他狮子 你别那么狠 你大可以让他来呀 不要 夏天 你这个混蛋 夏天 能不成王爷的敌人 真是我的幸福 我说 我说 我全都说 还真是个贱骨头啊 早这么坦白不就没事了吗 太子殿下 你听雪龙权力击杀你 我只是 还要听雪龙的大审师 他可是罕见的宗师高手 他若出手 你将必死无疑 既然太子 我愿意让我如愿地拿荒州 那我就让他看看 我不仅能到达荒州 我还要把 孩子之位上拉下来 马丽绅 即刻动身 请荒州 荒妃 这荒州的路程还需要多久 王爷 路上顺利的话 还有半个多月 什么 我们还要在路上 遭这么久的罪啊 王爷 不好了 我跑了吗 竟然跑了 你怎么看到 这不妨 我又跑了 又跨去了 我对此犯人 王爷 你这是 有意为之 告诉我 为什么会出现老病 为什么会出现五道高手 对反杀的事情 你不是说万无一失的吗 我用一个合理的解释 小心 把你放光了你 太子殿下息怒 作业的心伤实属仓错 所以这才失败 现在 我已经在 红州王的必经济里 不想能天罗陷阱 这一次 他再见难逃 那如果你做不到 如果我做不到 我就将身子交给太子 这一次 我没陪你 相信我 好 记住你说 进宫躺着 王爷 轻一点 痛死我了 我如果下手轻一点 你的伤啊 就不夺吐 你就大声个叫吧 没人笑话你的 你们也叫我 点真点 小姐 那他为何这样损战力啊 他对身边的人 向来都是真心还真心 这样的亲王 还用手买人心吗 确实不用 王爷是一个智者 也是一个人者 又怎会眼睁睁看着身边人受这种苦不管 这不是手买人心 而是将心比心 他现在为伤兵治疗 等到荒州时 这些伤兵就能够痊愈 恢复完整的战力 大荒州 才是块硬骨头 要想征服那片土地 实力自然是越强越好 他是个身模远律之人 目光很长远 小姐 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小哥 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少年俊杰 值得人喜欢和追随他 小姐 难道你真的想做荒州王母 王爷 关到左右两边和前后 都有不同路数的态度 要不要 王爷 兄弟们的伤可以晚点再致 不用 我自己的身体我最清楚 没有感染防寒 有时候 打喷嚏也是人的第六感 如果打一次 就代表着有人在骂你 第二 就代表着有人在想你 可是王爷 您打了三个是何意啊 如果打了三个 那就代表着 有人想杀我 传令下去 注意戒备 前面有人想谋害的 是 我们可是黄承司的人 赶上我们 昨天呀还巧 也会被找到诸杀 黄承司还吓不到我 除非是供奉殿里 那些老鬼出来 我还畏惧三次 可凭你也配对我动手 绅士不知死 黄承王 前方有陷阱 里面危机重处 你自行对死 有意思吧 你车队周围的探子 我已经帮你清楚 再会了 这女人到底什么来历啊 为什么三番五次的过来 好像是在帮我们 帮我 那她为什么要帮我 而且 从来不愿意表达这个事情 主人 我觉得她可能身份使 不让她暴露 不过 她的出发点 定然是不坏的 至少她从未做过 伤害主人的事 你说的没错 你认为太子会在前方 这只是你的陷阱 主人 藏武等人警察给你 我们应该马上就能知道答案 不管她在前方有什么物质 若想伤害主人 必须她对我们所有藏界死尸的尸体 主人 无实力之外 有一座二龙山 那里有几年度的 杀人无数 手上沾满了路人的鲜血 无恶不足 他们刚杀了富山 叫绝美的女子抢上了山 这是一个陷阱 我们票吗 本王 有事要再看 那就调 所以 不过一路 去天行道 杀屠府就 除去我们能达到 炼民和仇送 还会有 可以让我荒州王 成坚除 杀匪济民的正义之女 传扬天下 若主人志在天下 那我边走遍天下 让天下人归心 好一个天下归心 这还是半大孩子的 说出的话了 好 我今次就把大江湖 摸手 不 启禀王爷 请帮帮小山 正在打起一伙步上 枪枪比你 高飞 遇到这种事情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一般不得绕路走吗 不 高飞 弹令下去 杀土匪 英雄救美 末将得令 过来 兄弟们 男的 全给我杀了 女的给我带回去 一个不留 黄州王驾到 留下台宝和美女 让我与二龙山的好汉平分 否则 傻无赦 黄州王还能成匪啊 这什么情况 抓套了 这是我们二龙山的地盘 还能到什么规矩 这些匪羊都是我们二龙山的 你们虽然穿了冠军的假衣 但老子知道 你们这是想要 假冒冠军黑吃黑吗 哎呀 哎呀 不要呀 你放开我 你们这些畜生 英雄 你救救我呀 英雄 小娘子 你就别争承 你跟这本大王 上山好好做个压寨主人 让你体验下 做女人的极乐 兄弟们 这群人 不用管了 咱们 带上小娘子 回山 快活喽 好 小娘子 跟着你照护哥哥 回山 照护哥哥 保证伺候的你愈先愈死 咱二龙山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形状的男人 走 英雄 救救我呀 英雄 英雄救我呀 王爷 我们现在怎么办 还愣着干什么 当然是杀土匪 救小娘子 不然 他们这些该如何演下去啊 是 我也有令 杀恶匪 救回小娘子 恶匪听着 叫出小娘子 否则踏平你们二龙山 杀光你们的人 想你们所有的钱 给你们的儿女 找个父亲 这黄之王 比我们还赌呗 兄弟们 上 王爷 别让高飞他们追出去 就不怕是调谷离山之际吗 有时间呢 就多看看书吧 香气 救气 懂不懂 夏天 你 小姐 你看 休想跑 有事 什么情况 王爷也没告诉我们 因为如何 我们都要杀出去 老大 这黄州王 果然见不得这些人 想要英雄救美 结果 少不得让这些伤兵 给追进来了 听闻这黄州王 才十六周岁 还生着童子鸡 老大 如果懂国庄 就先让妹子 过了他的身 然后再杀了交叉 妹子这位 吃过了无数的奶人 还没吃过王爷呢 东宫那位 急着要黄州王的脑袋 所以 现在没有时间睡他 黄州王必须死 现在就得死 那就杀 全军列阵 杀 这些老弱兵材的兵 一个都不要留 看下他们废王爷的脑袋 给太子殿下 当夜狐 此杀 王爷 简直吃人说梦 今天我高飞 必将你 斩于刀下 无自量力 高投脸 如果你愿意 率领你这帮手下 放下武器 跪地投降 我还能给你个痛苦 不然我让你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只有战死的兵 没有求饶的闹钟 既然如此 给我杀 王爷有令 暗龙山皆是恶飞 给我杀 杀死他们 剑阵 杀 杀 这些人是妖怪 杀人不眨眼 兄弟们快跑啊 王中王哪来这么多帮手 还一个个这么凶猛 怎么可能 三个并没有练出那家真器 怎么能够抵到我们真器的攻击 古法藏最终 这 你这 三点 你 你 你帮你 把这个土匪 妥子留给我 你 你 像你装 大人少兵 我告诉你 神殿宝库的位置 你可饶了我吧 我也有命 一个不留 至于宝藏 王爷会带我们去拿 冲头王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下地狱去吧 下无极的神像 这样也废物吗 你们只为掉进了我的神像 就能杀得了普皇 这死活的东西 请他污蔑太子殿下 去死吧 给我杀 哈哈哈哈 小姐 光着王老师中间了 他不会死的 我们怎么办了 皇爷他没有那么容易死 你还是保护好小姐我吧 他都倒地满地是血 这还没事吗 放心吧 还会没事的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啊 什么 辅送戒术 没有裂出真气 你扛 杀 猎杀时刻 开始 破镜 是吗 怎么可能 他刚才一直在压制境界 快射 射 上 辅助的 打 心头 已经晚了 为什么 你明明被射死了 为什么还活着 下辈子 把你的眼 擦掉 主人 第一个陷阱 果然如你所料 李温会在这里射服 现在被我们 毫无伤亡的破裂 命令 我们对山匪的追杀 马上结束 接下来 是否执行您制定的 下一个作战计划 计划之计 是 主人神迹妙算 上人轻步不已 警方 还有敌人不肯心 我们要继续折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先去抄了 二龙山的腹部 看看里面究竟藏了些什么 王爷 和我说伤 兰儿无需担心 本王丝毫未伤 兰儿 没事就好 兰儿 本王即将率军 前往脚灭二龙山匪寨 你先率领车队 去前方的驿站与我会合 这是我们去大荒的行进路线 你替我好看 若有不妥 告诉我 好的 王爷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嗯 这个男人 开始信任我了吗 不过这个地图可能有问题 这是对我的考验 王爷 密林中的土匪 已经被我们就地正法 只有三个兄弟 受了点轻伤 伤点金创药就好 并无大碍 你们辛苦了 伤兵出列 我要看看伤势 王爷不必为我们担心 这血是那些山匪的 我们就是大意了些 被砍伤了手臂和大腿 没有大碍 拿酒来 主人 脏衣腹修医家术 这些小伤我可以处理的 不需主人亲自处理 哦 你处理这些伤口给我看看 脏衣 你这些包外伤的手法 是学自我吗 是的 主人 若是医家子弟 出手处理这些伤口 会怎么办 主人 医家处理这些外伤 缺少主人的消毒流程 包裹伤口的方式 也没有主人的妥贴 因为缺少主人的消毒流程 使用的病人因感染 而伤势恶化 我认为主人的医术 超越了医家之术 脏衣很有眼光嘛 那你愿不愿意 拜我为师学习医术 愿意 脏衣愿意 好 从今天开始 我不光是你的主人 也是你的师父 拜见师父 多快请起 脏衣 你们现在 已经破入那家武道境界了 饥寒试炼完成了吗 完成了 你们先准备一下 随后 跟本王进山剿匪 遵命 遵命 兰儿 你们也准备准备出发吧 王爷 万事小心 我会小心的 这些是我们最后的家庭了 屋子紧缺 可要更管好啊 只要我司马兰布斯 我们的车队就不会掉 臭婆娘 你他妈找死啊 你们这些住人 总有一天 我要叫你们最喜欢的 那大爷快后快后啊 你给的人 怎么会受死 哪来的混小子 该扫老师的信 不知天高地后 找死啊 我给你的机会 现在跪下 自杀 可以留你的全尸 你也被饶我全尸 没想到 在这冰天雪地之中 除了有这美人 供我们享用 还有这不知哪来的 不知天高地后的小子 哪家少爷 什么送死 既然是你们送死 我成全尸 我成全你 等一下 我看这人 怎么能灭水 救皇子 你就是那个 废物救皇子 看老子今天活剥了你 一个不留 想杀我 吃人说梦 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来到老子二龙山 你不是在这废物 皇子嚣张的地方 无聊 你 怎么可能 这些全是人物 其中更是 还有一些 埋怨小孩的事 这群畜生 简直不是人 放心 这些丧心对皇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本王会带你们 跟他们讲一个道理 所以一起杀梁善者 去死 天无道 诛杀他 让本王诛杀他 今天 本王就几天行道 你是何人 为什么会在这 为什么会在这 回皇州 我叫叶金莲 是已故青州总督 叶凡之女 你父亲买青州总督 竟然还有人敢对他下手吗 回禀王爷 在二龙山不远处 有个匪寨叫某虎寨 我们路过时 遭到那群恶匪结杀 只剩下我狗亲都市 竟然敢截杀 以周总督 这群土匪还真是无法无天了 你家回京 没有带秦军随行吗 没 父亲接到圣旨之后 就只带了几名随从皇亲 那群恶美胆大包天 竟敢协计我们的侄队 自己杀了 如果不是他们的谎言 我早就成了一具尸体 那你是 怎么逃出二龙山匪寨的人 那一天 我被那只恶匪 脱光了衣服 他们只要侵犯我 这时 出现一个紫衣女 杀了他们 救了 你说的那个女人 是不是一袭紫衣 长得很是漂亮 但脾气很是不好 王爷你怎么做 你见过头 那你又是怎么 被二龙山匪都抓来了呢 我从魔虎山下 又冷又恶 到了二龙山下 就被两个匪徒 再次抓到 把关我的衣服 想要我的身子 这倒霉的孩子 与恶匪那么有缘 王爷 你说这天下的男人 是不是都好色 叶小姐 我只能说 你遇到的恶匪 如果不是王爷及时赶到 这一次 我肯定是先受死 再被他们做成病人 尽力 多谢王爷救命之恩 叶姑娘 快快请起 不必先去大理 我来 只为剿匪 救你是个意外 王爷 刚刚听你说 你要为这木屋里的兵士 为这天下善良的人 与这天下的恶匪 讲个道理 是 我前往荒州封地的路上 会依拜往各大匪阵 我会将我的道理 让他们讲明白 成恶人生 你一道 王爷 现在已经家破人物 只剩今来孤身一人 愿意跟随王爷 一路去大荒州 并帮助王爷 与这天下匪徒 讲个道理 不行 你是朝廷二品大员之女 叶总督被害 但你依然是朝廷贵女 在京都 你依然可以有家族 可以依靠 若跟我离开 朝廷上下都会认为 我拐带你去私奔了 这样对你对我 都不是一件好事 王爷 真的不行吗 真不行 叶姑娘 我还要去二龙山剿匪 你 还是自行先下山吧 王爷 如果你不带我去大荒州 我就留在子中 做你的人 叶小姐 请自重 我主人不是你的高盘之人 王爷 我就算是回到地度 那些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 我的处境 只会比现在更难 王爷救了我 尽量无以为报 只要这静脉的身子 给我 请王爷联系 古人总说英雄就美 以身相许 古人成不起我 师父真的要成全这个办法吗 小丫头 难道是要乖魔吗 师父 那我就先出去了 叶小姐 你是想让趁人之危这个词 用在本王身上吗 是想让本王被天下人死错吗 王爷是嫌弃金莲的身子 被恶妃看过 脏了吗 当然不是 你的身子很美 那王爷为何不愿意采剑 这送到嘴边的肉 要是不吃 我还是个王爷吗 女人 这可是你自找的 只要王爷能帮我报杀死之仇 从今以后 我的一切都是王爷的 我的身和我的心 放心 本王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王爷 从今以后 我愿意留在帝都 做王爷的耳目 请王爷成全 好 在此之前 你就不想看看 那群匪徒到底是怎么死的吗 我现在就带你去彻底解决二龙山那些废患 诸位兄弟 你们各位的当家下山办事 只要成功 今后你们二龙山之人就能享尽荣华富贵 来 干了这碗酒 干了 三生石 听说 那个废物皇子 身边可是带着一个绝世大美人呢 对对对对对对我听说是美女排行榜中排行天下一三的绝世美人司马拉 咱们那是菠色天香 倾国情城 看一眼就能醉人的妙人啊 到那个时候啊 你们说的对 美人就应该拿来我了 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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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你们也非 什么 竟然是荒州王 这 这怎么可能 这就是我们要杀的荒州王 人家都被杀了吗 啊 弟兄们 为当家的报仇 能够看死这少白脸王爷 想来那个天下第三的美人 杀了他 闭嘴 快就安静 荒州王 你要跟我们讲道理 我倒想听 你这个废物王爷 你跟我们吐出什么像呀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杀人成无恒杀尺 你们自信 凶恶如磨乱杀人 拿过中国 我会有比更凶的人 杀人 今天本国就替天行道 这都是什么才是真正的魔 只有你一个小白脸 还想凶我啊 啊 我配 杀了一个小白脸 给当家的报仇 不可活 诸位 听令 他们体内的血全部留肝 用血来洗刷掉这座山的罪名 我要他们有口难言 受千刀万剐之心 感受人间质痛 我要砍掉他们的头颅 你成精官 官后不生妄言 不敢获得人间 我的道理很简单 你喜欢血 你杀之杀 你恶之恶 这个善良的人 你喜欢血 你杀之杀 你恶之恶 废物还可跟老子走到 送你上天 给我杀 小皇子 还要送你下地狱 夏天 受死吧 去死吧 这死活的东西 给我给我看 你 是死在我手中的第一个情 已经万里 受罪了 是吧 还有心思达的别人 今天 就是你的口气 夏天 你在给我挠痒了吗 放心 我会将你的骨 一块块插一下 让你死 个外界 这才护得你 你帮着 三 二 一 混账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体内的震气 才飞快流失 做了 不过是费了你的丹田而已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夏天 我要杀了你 杀我 你还是先站起来再说吧 你要做什么 杀人者 杀人者 我现在就送你下地狱 不 你不能杀我 如果我死在这里 我将大姐知道了 你也得死 放心 我肯定活得比你命长 二龙山处 还不出手 什么狗屁的二龙山山处 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夏天 你敢杀太子的人 今天 今天 就是你这废物的死期 夏天 你听到了吗 二龙山处已经到了 就放了我 放心 我这人 最烦被你危险 王爷 王爷 传闻你痴痴傻傻 只是个喜欢读书的呆子 但太子并不相信 起初 我也并不相信 但是今日 我亲眼所见你的风采 我相信了太子所说的 你隐藏的可真够深啊 竟然是东宫的左岸统领啊 看来 你才是这二龙山 真正的主人 原来 太子才是万恶之源 山下的劫杀 据一听之战 都是诱饵 这里 才是陷阱 可惜啊 你醒过得太晚了 你是自杀呢 还是由我亲自动手 王爷 我们现在怎么办 无妨 你就看本王表演 就好 王爷 难道你还想着 有人来救你们 你知道 左岸在军中的绰号吗 本王需要知道吗 本将军 在军中的绰号 叫做屠夫 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把人皮包下来 做成收藏品 王爷 等一会儿 你的皮 将成为我左岸家中 最珍贵的藏品 王爷 在朝野的传说中 秦龙会守护着 前秦皇室的宝藏 如果你能说出来 我就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否则你们的下场 就会比这些山匪还要惨 你确信你能杀得了我 王爷 你手下的战将 已经没有了战力 司马兰 正护着你的家底前行 正在前进的路上 已经没有人可以来救你了 今日 你死定了 现在回答我 宝藏 究竟在哪里 前秦朝皇室 还有宝藏留下来 王爷 你是在装糊涂吗 你母妃是前秦的大公主 前秦所有的资源 都掌握在她的手中 传闻这宝藏也在其中 里面埋葬着前秦 所有的西式珍宝 谁能够得到 谁就可以称霸天下 若真有什么宝藏 我还至于去荒州 当什么狗屁的荒猪王 真是可笑至极啊 直到如今 你还不愿意说出 宝藏的所在地吗 你可知 当今圣上 为何不杀你的母妃吗 为什么 除了你的母妃是天下无双的美人 她下不去手除外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她就是想通过你的母妃知道宝藏的下落 所以 她才对你身上前秦的血脉 一人再人 也都是为了这个宝藏 那如果本王说 本王什么都不知道 你信吗 不是 既然你将这个秘密告诉了我 你就不怕 龙椅上的内部 杀了你吗 本将说过 今天 没有人能救得了你 难道你还有机会 传递出去这个消息吗 本王棘手和废物说话 对于你这个 下地狱比较狂妄 既然你愿意 弓箭手准备 夏天 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说不说 无可不说 周王升天 王爷 什么 有地心 全体戒备 夏天 你怎么给老子玩烟呢 王爷 根据你的安排 内奸已经被我们清除 这个左统领 埋伏在外边 所有的岗哨和探子 已经被我们清除了 不可能 你不可能知道我的计划 你就算是不吃不傻 也没这个本事 一定是司马兰 一定是司马兰 是帝都第一财女 他动用了司马家的势力 监控了我们的所有行动 对不对 祖同爷 你错了 你所有的谋划 都已经被我们王爷预料到了 虽然你的陷阱很深 布设巧妙 木不杀鸡 一般人如果踏错 恐怕连怎么死的都不准 但在我们王爷的慧眼中 漏洞百出 无所顿心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就是一个大门不出 二人门不卖的废物 且不说本王 得到了家人的通风报信 就下无极那德行 他会不在本王 要去大荒州的路上 设下埋伏 你不是伴子吗 你们先是找赵湖以信 领我上钩 后又讲二龙山游宝藏 不都是神明不华上山吗 本王只不过是将计救计宝 要不你们的心血 挺是白费的 原来 你才是所有皇子当中 最聪慧的那一个 若是太子殿下 我以一半的谋略 我也不至于如此狼狈 王爷 左岸 愿改换门庭 落在王爷的左右 请王爷收留 左统领 刚刚 不是要将本王的皮剥掉 作为你最珍贵的收藏 为之不敢 王爷 我刚刚说的话 您就当放了个屁 只要王爷不杀我 从今日起 我左岸 就请王爷 去剥敌人的皮 好一个 能屈能伸的主案 王爷 您是愿意收留末将的吗 你们都看到了什么 一个不忠不义 反复无常的小人 王爷 今日他能背叛太子 下一次也能背叛您 此等没有气节制 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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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的很对 若本王今日放了他 会对死在二龙山下 那些善良之人 那本王立下的誓言 就真的什么都不是 你们记住 遇到这样的烂人 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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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你们都瞧不起我了吗 你们别忘了 在二龙山犯下的那些恶 也有你们的一份 说我是烂人 你们更是烂人 兄弟们 现在若想活命的话 就不要内乱 先杀出去再说 冲出去 让 放他们走 一条狗 若是把他逼上一条 无处可逃的死路 他是会对不死 休的 让他们走 兄弟们 冲下山 我们就能活命了 这个废物王爷 不敢和我们拼命的 左岸统领啊 你跑什么 我们可是在这 等你半天了 黄之王 你到底还有多少后手 一起亮出来啊 抽象 真的不行吗 射 王爷 你为什么不能收留我 可恨哪 你所作之恶 罪恶滔天 这手里 如何对不起 惨死的无不百姓 对不起 头顶的三尺青天 你欺负 惨死的那些冤魂 王爷 我鬼没了现场 为什么要这么捷径 太子做了许多恶事 使下了许多无辜 善良的人 我真的该死 王爷 你 我都听明白了 我该死 将死之人 欺言也善 我真的是烂人吗 真的不能被原谅吗 是 你就是一个烂人 我想求他原谅 去传说中的阴草地府 找到那些被你残害的良善之人 祈求原谅 好 回一回的话 我再也不做懒人了 我只想 赶紧帮这往收留 现在我们可占大吧 守着这些战略物资 我们还回去什么山匪啊 去开生兵 打扫战场 王爷 山匪的宝藏藏到 死下也想去见识见识 小哥姑娘 你有话要说啊 王爷 奴婢来的时候 小姐交代过 只要战事结束 奴婢便带着司马府的人 回去护卫小姐 如今战事已胜 小哥就先告辞了 你家小姐不顾及自身安危 将你们都派出来 助我剿匪 这份情 我记下了 还有司马府的诸位兄弟 也辛苦了 等一下打扫完战利品 让兄弟们拿走一些吧 小姐早就料到了 王爷宽厚 肯定会赏赐我们 特意交代我 战事胜利后 北战所有战利品 我们都不拿 王爷拿这些战利品 还有大用 王爷心意 我替大家领了 走 护卫小姐去 王爷 司马小姐越来越了解您 您会怎么做 反正她都预探了呢 大胆点 将仿佛两个字去掉 我们王 未来有位好王妃了呢 就因为不分战利品 不分你葬衣的钱 就被收买了 王爷 司马小姐派司马哥 出来帮我们作战 身边一个护卫不留 为了帮王爷取得胜利 她甚至赌上自己的性命 而且 蓝王妃知道 咱们王府家底薄 连您犒赏司马府 侍卫的钱都不要 她回去之后 肯定要用自己的钱补贴 蓝王妃真的很好呢 蓝王妃 葬衣 你也太容易被收买了吧 她对王爷好 就是对荒州王府 所有人好 我很清楚 要养活一个王府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所以 蓝王妃叫人如何不喜欢 叫人如何不尊敬 叫人如何不拥戴 嗯 嗯 的确 本王有一个好王妃 一个值得托付的王妃 抓紧收集战略物资 都别愣着了 是 根据几个匪徒临死所说 二龙山的牌货 就在人们屋下的山里 叫几个人随我入洞 看来这上面是个通王王妃 二龙山的恶物 从上面打了一个洞下来连接二里 这里很可能有机关 救命啊 救命啊 救救我们啊 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啊 主人 这前面会不会又是陷阱 救命啊 主人 我看那些野史中长讲 有些你妖狂就喜欢躲在洞窟中 装可怜你男人来救 最后 吃掉我女主 自己的妖心 主 你说这世间真的有妖狂 二龙山的口口如此饿 是不是良心都被你妖给吃了 王妃啊 你记住 人世间并没有人 若是有 那也 这样子 别比书上的妖心 千点 我记住 救命啊 人 救救我们 人 救救我们 英雄 救救我们 英雄 英雄 抓紧救人 不要耽误时间 你们为何被关在这里 我叫李芙蓉 家父李国公 因为出敌都巡影 被二龙山恶匪 抓到此处关闻 我的身材相貌较好 这些恶妃 没有动我们 说是明天要将我们 秘密献给东宫太子 恶妃们说 旁边铁笼里的尸体 都是被太子玩死的女人 他们说太子玩过的女人 就算是尸体 也不能让别人碰 这些畜生 还是人吗 恶妃们说 我们的下场 也是一样的 英雄 你说我们大夏国的太子 怎么会是一个禽兽啊 你们放心 这种禽兽 活不了多久了 你们 知道我是谁吗 正要问恩人性命 带我们回到家中 定会为恩人立长生牌位 为恩人祈福一生 好 我的姓名叫做 好人 好人 诸位贵女 你们最好忘掉我这张脸 忘记 我曾经在这里出现过 忘记 你们在这里出现过 忘掉这次灾难 好人 我们还会再见吗 不会 因为我们的路不同 明白了 如果有一天 你需要皇主 请到李国公府来找我 来人 将他们秘密带离这里 不得有事 是 我真的让夏无极那个混蛋当上皇帝 天底下不知道还要遭受多少灾难 从皇位 我心听成天 我们要求 主人 二十个箱子里全是金子 一箱十两种 一箱一百 一箱一千两黄金 二十箱金子 一共两万两黄金 这些箱子里的财能 很有可能不是二龙山屠宿 极有可能是派自宿宫外的小金库 所以 左岸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有一切都说得通 主人 这个檀木箱子还没打开 打开 主人 是吴家的夜明珠呢 满满一箱子 至少上百棵 我们发大财了 也不知道太子是上满搜后到这么低 主人 我们现在有满满一箱 等到了荒州建好王府后 就用这宝贝将整个王府点亮 这些夜明珠 饿不能吃 可不能喝 是什么 等我们到了青州地界 将它们被托备的灰尸 快进去 真的全部都卖掉 不给蓝王妃留一口 里面有发光物质 很多君王早死 就是因为被人探了 主人 那里还有个小箱子 很是精致 我觉得里面一定有好东西 你们不用担心 刚刚主人就已经提醒过 这些箱子里可能有骨骨 所以我在这里放一块贴片 放在胸前防护 怎么是这件东西 请一步 你们两个 手去动 是 什么 这是穿过玉玺 太子竟然连穿过玉玺 都搞到手了 现在到了我手中 可真是意外之心 在不知真假之前 保护好他 主人 你说太子知道这件东西在这里吗 八成是不知 这个玉玺 被单独放在这里 且没有任何包裹包住 如果太子知道 早应该进得东宫了 我也是如此 不过 保险期间 我们可以测试下太子 就知道结果了 那就测试一下 葬衣 让卢树派人下来 把这里的财宝 都运上去 是 王爷 不好了 外面有个女杀手 指名到姓的要见你 什么 何生徒 不要命了吗 好不容易才逃脱 你怎么又逃回来了 你真以为咱们王爷宽宏 不敢杀你吗 上次是本圣使大义了 被你们擒住 我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报仇学恨的 还有我大师姐亲自出门 你们都得给我下去建阎吗 什么 你竟然是大圣使 秦雪楼大圣使 听闻他三年前就已步入宗师境地 三年间杀死宗师不计其数 他竟然亲自来 竟然知道我 才不将九皇子给我绑出来 虽要让我大开杀戒吗 我无数换你是谁 杀王爷 踏骨的尸体 现在 还有什么话说 一群骨鸡娃 黑猫犯我大师姐 给我屈子 怎么看 他怎么可能这么巧 难道 我既在在这儿了吗 立刻让九皇子滚出来见我 死本圣使 学习整个山寨 我 就算我们全部死去 也要阻止你杀害王爷 替一个废物王爷去死 可不是个所归宿 他死了 他 我是这一线没的 不是黄州王府 尽被统领 好 现在 这送你什么 住手 二圣使 本王好心放你走 你竟然还敢回来 当真是不知死活 有什么不敢回来的 我这次回来 就是让你死于葬身之地 更何况有我大师姐出生 你必死无疑 竟然听选了大圣使 才不管他是什么大圣使 现在立刻 把你的脚 从牡头领的胸膛上拿开 原来 王爷真人比画上好看很多呢 我见过的男人无数 但如王爷这帮好看的风流少 还是第一次见 王爷 他跟你废话 赶紧放人 王爷 我来见你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如果你的答案能让我满意 我便放了我脚下这位小将军 如果不能 我不仅会杀了他 还会杀了你 灭了你们荒州王府的车队 王爷 你不要答应他们 他们明摆着就是要害你 师父 不要 你们都给我住口 大圣使 你现在放了卢将军 我这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余意 便会亲自走到你的面积 要杀要割 任凭处置 王爷 我要过来 不知道 卢树的命见 不知道王爷赌命 王爷别去 否则 卢树就死不瞑目啊 师父 您是荒州王府的主人 您不能为了卢统领置身犯险 您若出世 卢统领也不能活 都错了 卢树的命不见 本王的命也不比他珍贵 我们都是一条命 一个头颅 一整嘴巴 我们出卷出身不同 其他灭无不同 即使 佢统领护我入大荒州 被敌所擒 若本王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 本王这一辈子就吃不好 睡不好 他可以为本王去死 本王就不可以为他去死吗 人人为我 那我就应该为人人 其实 我是你 荒州王府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我们何愁不能在大荒州 站稳脚干 何愁不能杀退 天狼帝国大军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王爷说得真好 他怕为这样的王爷去死 我也心得劝 王爷请等等 王爷请等等 兰儿 兰儿 你也是来劝我的吗 王爷误会了 只要是王爷想做的 司马兰都支持 我来 就是想看看这妖女的面容 如果她敢伤害王爷 我司马兰发誓 就算是翻遍九州的穷山恶水 搜遍四海 也会将她找出来 剥皮抽筋 让她受尽天下痴痛而死 真是可笑至极 我倒要看看 这个帝都第一财 你是如何搜身前 还把我找出来 荒州王 你不是想要性命 换这位小将军的性命吗 那本盛事可就不客气了 正好杀了你 为弟兄们报仇 你不是要杀我吗 就受死吧 王爷小心 真无情啊 问题也不问 上了就下杀手 我们当真 这么大的仇吗 找死 你的仇 别害身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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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在衣服里藏东西 王爷 无知 你们可知一流物者 为何被称为千人敌 那是因为 我一人 可以杀一千个 你们这样的 毛都没长齐的家伙 王爷 你没事吧 放心 我不会传到 亲自去送死 今天 我们都得死 谁都救不了你 杀我师父 除非你先杀了我们 请你们休息 大师姐 把他交给我 不把他碎尸万段 难解我心头之恨 那就快点解决 孩子已经等不及了 是 受死罢子 你 啊 啊 却飘散 在雪落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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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保护王爷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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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不 什么 竟然是你 好大的胆 竟敢自杀荒州王 不要命了吗 去雪老大盛事 二盛事 见过雪小姐 雪小姐 难道是江湖第一饮食家 雪落山庄的雪家大小姐 雪无痕 天下江湖 为雪家为名是错 不愧是帝都智囊 任何消息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我听雪楼实在不支持雪家小姐守护皇忠 可是雪大小姐莫要欺人太神 否则我们圣女出山 你们雪落山庄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你们听雪楼的所作所为 也快在我面前提交代 雪小姐你 你竟然废了我们 你好狠的心呢 之后我们圣女必须给我们讨回这个公道 废了你 已经是你们最好的结局 再敢多说一句 死 若是你们圣女赶来 我便杀了他 滚 别再让我看到你 听雪楼江湖除名 是你 夏天 接下来该算一算我们之间的账 算账 雪小姐 即便你是雪落山庄的大小姐 又不能动我们王爷 雪小姐 雪小姐 你说算账 我何时欠过你什么 你本该死 我出手救你 你说 你是不是欠了我一条命 难道堂堂荒州王 想赖账不成 有意思 本王绝不赖账 只要你能提得出 就算是让我死 我也不会皱一下眉头的 有意思 本姑娘记下 不过 我想要的东西 你给得起吗 我所要的 是这万里山河 是这四方之境的主宰 我所求 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 你给得了吗 你说的是什么东西 那玩意儿 本王都没有好吧 等他日我来求之时 你若没有 我就杀了 王爷 你没事吧 王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能有什么事 只是没有想到 雪家大小姐会来助我 真是匪夷所思 王爷 我觉得 雪无狠所求 可能更多 我们不得不防 兰儿 刚才你生命救我 这份情我记下了 我绝不辜负你 王爷 大家收拾物资 把尸体 铸成金冠 是 是 是 树碑 立金冠 忽天之下 莫非王徒 帅天之兵 莫非王臣 二龙山厄斐 含聚于此十余彩 截盗杀人 恋你如缝 抢劫财物 把人开膛破肚 做成兵雕 丧尽天良 十恶不赦 人人得而诛之 我率军杀上二龙山 灭二龙山匪债 杀尽二龙山恶匪 雇佣匪头 立此金冠 想和天下匪中 讲一个道理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奴报 时候未到 我二等随意 其杀良善之人 天下之大 绝无你们如实之处 咽不住 黄州王府必出兵杀之 祝金官人 黄州王下天 废物 出来 给我出来 出来 你安排的人都死光了 你还不出来吗 圣女 太子无需烦恼 这一次 本圣女亲自出手 不管那个废物亲王身边有谁护着 都得死 本圣女的魔宫 还需要裁补一个男人之妻 才能呼破哪个境界 所以 我会先裁补了他 然后让他受尽折磨而死 既然如此 那圣女 将你的初衣 交给本太子好不好 你的身体太虚了 不适合本圣女 等我的好消息吧 太子虚 本太子哪里去了 脱了衣服来看呀 你 你 气死我了 陛下 启禀陛下 就皇子日夜赶路 现在即将到达青州境内 我们的人将一路遭遇 一一记录 这便是最新的消息 杀土匪 筑金冠 克石碑 老九 还真会笼落人心呢 这些招数 到底是跟谁学的 看来 此子 这些年 的确是在装杀 没想到 此子 竟然有如此的心机 团领下去 一旦发现 前情 宝藏 线索 此子 当场诸杀 以绝后患 皇爷 你离这样的 金冠和誓言 就是站在天下 众匪的对立面 再无转环的余地 我们前往 荒州的路上 必然会有恶匪 为太子所拥 与我们不死不休 你这样做 值得吗 值得 因为本王看不得 那些善良之人 被欺负 恶人却逍遥潇洒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王爷 你这算是 杀恶励志吗 兰儿 你觉得呢 王爷 你励志要杀进 天下恶人 必然会有许多 嫉恶如仇的 能人之士 想要投奔王爷 今后 王爷就是一杆 代表正义的大旗 王旗一挥 就会有人追随 王爷杀匪 只要天下英才 都聚集在 王爷的旗下 那王爷的道 便是王道 是不可挡的大道 兰儿还真是 惠志兰心啊 能得妻如此 夫妇何求呢 启程 尽快赶到荒州 是 太子 本王不仅不会死 还会彻底 将你拽下太子位 这只神经 除了你这个 忍住之后 没什么事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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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